LINE是不可或缺的 像我們昨天晚上 高雄發生一陣槍擊案 警察局長就馬上跟我匯報 像這些事情都是機動性的 韓市長剛上任 好多事情等著處理 打算用LINE加強團隊聯繫 見極旅集 增加效率 但可得注意 手下員工心情 訊息一來就響個不停 讓人神經有夠緊繃 同樣也很愛用LINE 交辦事項的柯市府 就嘗到苦果 今年台北市府員工 滿意度調查出爐 不少員工不滿 手掌過度使用LINE 造成對下屬干擾 若長官交辦事項 一定要及時回復收到 若休假時晚了點回 就會被批評不合群 讓不少北市府員工不堪其擾 我自己收到長官 或是同事間的訊息 頻率算是滿高的 但是有一些臨時業務的交辦 我想是 可能是每個手掌 會使用的方式 那可能如果我們盡可能的 就是不要造成市府員工的負擔 刻批隨行幕僚 手機都有好幾個 工作群組 而韓國瑜團隊 包含市府愚勤小組 或是局處首長 目前也已經創建了 不少群組 然而有了北市府的前車之鑑 如何有效交代工作 同時避免過度打擾 這是韓市長得面對的重要課題 這番禮友光均台北報導